2019年刚过 我们就来到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来一堵CES2020的光彩了 那我们这次也是受到了英特尔的邀请 来看看到底CES2020上有什么黑科技 等着我们 那我也是带来了我的助手小猪 对吧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走走走 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英特尔最新的NAC幽灵峡谷 这是一台五升体积可更换显卡的小型游戏PC 它和以前的NAC很不一样 以前的NAC都是集成度非常高的那种超迷你PC 而幽灵峡谷它更像一台ITX主机 虽说五升已经够小的了 但它依然是游戏以来体型最大的英特尔的NAC 主打高性能和可升级性 在CES的现场经过我们的苦心劝说 英特尔的工程师终于同意 让我们拆开这台机器 好好拔一下内部结构 幽灵峡谷它就用了一个非常模块化的设计 我们推开顶上的盖子 你看顶盖里面是可以容纳下两个小风扇的 这两个小风扇并没有直接用排线固定在主板上 而是通过触点和机箱部分连接起来 这样拆开顶盖的时候 就不用拆任何的风扇排线了 幽灵峡谷的显卡用的是标准的PCIe显卡 可以随便更换升级 只是长度上可能有所限制 现场的这台机器装的是华硕的短版RTX2070 而且据说就因为这个机器 接下来有不少厂商会尝试做短版的高端显卡 RTX玩家算是有福可享了 电源是全焊的定制500瓦 理论上2080级别应该都能带得动 但这台机器最骚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这个主板啊 你见过长成这样的PC主板吗 简直跟一张显卡一样 通过PCIe接口插在一块机板上 跟显卡并排放置 主板上的各种接口也是罗列在了IO挡板上 CPU的散热就是通过这个涡轮扇 从机箱底部往上吹形成一个独立的风道 我们把风扇拆下来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散热结构了 这台NUC的CPU最高可以配到i9-9980HK 允许超频 由于是笔记本的CPU 所以说散热压力不算很大 一大块纯铜底座配上大面积的鳍片就可以搞定了 CPU的旁边还安排了两条M.2槽 支持祖锐的 据说英特尔有意将这种全新的卡式主板方案发扬光大 这个主板应该是比ITX还要小上不少了 它不光会在NUC里出现 而且还会提供给一些OEM厂商 甚至未来还有机会单独拿出来卖 比如说像雷蛇就已经借助这种新的主板形态 做出了自己的产品 这台迷你PC的体积相比幽灵峡谷更大 但是它支持32厘米的长显卡以及SFX点源 相对来说拓展性也会更好一些 幽灵峡谷还有雷蛇这些新PC的出现 其实就代表了英特尔和各大厂商 在慢慢重视迷你游戏PC这块市场 像我们这些ITX玩家以前就常常苦于选择余地太少了 要想装出一台又小又强的PC就得牺牲掉很多东西 那么从2020年开始 这种情况就会带来不小的改观